去High Park看樱花,2023年版 上个星期天,也就是4月30号 在这个大雨天,我们去到了High Park看樱花 我们每年都会去High Park 因为这是唯一的场合可以穿上我的和服 我们去的时候,樱花完完全全的都开了 也有不少已经被雨水打落到地上 特别的美 这些花一碰就掉 而且特别适合照相 特别出片 每次来到High Park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周易的花 在这里玩,他爱我,他不爱我,这个小野心 为了避雨 我们刚好经过High Park里一个小小的免费的博物馆 叫Corbon Lodge 这里展示了High Park原来主人的一些物品 里面有20世纪的医疗器械 也有早期的3D照片 这里的工作人员很热情 给我们展示了这些医疗器械 还有一些玩具 这个地方挺有意思的 算是High Park的Hidden Jam 强烈推荐每个去High Park的人可以逛一下这个小小的博物馆 在玩完High Park之后 我们去到了多伦多最早的韩国城 来到了网红餐厅 Gang Daily 吃了海鲜饼和猪骨汤 吃完饭后 晚上我们去听了交响乐 这个票是在网上免费订的 对于交响乐 我是一窍不同 这个乐队来自于Academy Chamber Orchestra 是高中生组织的乐队 虽然年轻 不过这些人都好有才华 好厉害 不瞒您说 虔诚表演 我跟我老公睡着了几次